你不是答应要放我走吗 怎么还不照做 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 刚刚下了戒严令 想出阵子比较难 等过几天 风声过了 我立马放你出城 孤颖 我丑话说在前面 如果你想利用我 引出橡冰里 我劝你早点死了 这条心 凌霄 你质疑我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质疑我 想为弟弟报仇的心 那是不行的 我就不明白了 当初顾凯这么劝你 你怎么都不听 现在人死了 你反倒来劲了 这件事情说什么 你们都不会理解 但是 我一定要为弟弟顾凯报仇 可以 为什么 我给你拿下来 我带他去 走 回去 拿下来 怎么了 一休息了 走廊了那么多善病 你也受伤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被相兵里算计了 被相兵里算计了 我以为上一次是他 最后一次能算计到我们 没想到 我躺在窗上这时天 你们还是不着记性 相兵里真的是太狡猾了 先是派人占领了云口阵 后又劫持了我们的运输队 苏仲大本营 考虑到前线的补给线安全 命令我带兵夺下云口阵 没想到中了相兵里的奸绩 相兵里 相兵里 可可 大学 你这是一个什么时候 都能让人绷进线的对手 你来的正好 我们一起开会吧 雲口鎮之前是国民党军的地盘 但是现在被新司军的占了 我们都知道国共之间 一直都有矛盾和成见 现在表面上他们暂时风平浪静 但如果有人点一把火 很可能双方就会斗的 你是我活 山口鎮你的意思是 我们去国民党那边山风点火 让他们管新司军要回英口镇 没错 而且我猜新司军也不会轻易 就把英口镇让出去 这么一来你们猜会怎么样 咱们之前策反的那几个 国民党军里面的内衔 官职最大 作用最大的是谁 国民党即选 CAS dipped于 国民党宿中保卫司令部侍从主任 孙敏员 孙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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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没曾想宋老弟 你现在也给日本人办事了 给老蒋办事和给日本人办事 不都是图着个活着吗 哪边让咱们过得舒坦 咱们就给哪边办事 不是 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 孙老哥 老弟这次带来了日本人的什么指示 前几天新四军进驻了云口镇 这个事你们国民党那边应该知道了吧 新四军占了云口镇 难道你们国民党就没有什么想法 这云口镇可不是一般地方 你们之前撤了也是被逼无奈 但是这么好的地方 却让新四军给占了 日本人的意思是 日本人觉得 既然新四军已经欺负到你们头上了 你们就应该有所动作呀 还望老哥你跟你们司令多些反应 最好能促成 你们和新四军 双方为了争夺这个云口镇 打起来 借刀杀人 欲绑相争 好寂寞 好寂寞 我明白了 来 喝茶 喝茶 司令 这几年共产党一直在扩张势力 连咱们的房区都发展了根据地 现在占领的云口镇 那可是一个重镇 咱们不得不防 如果任其在咱们背后招兵买马 扩大势力范围 那可怎么办 他们尽给老百姓灌迷魂汤 老百姓呢 都说他们的好话 如此下去 恐怕没有人能牵制得了他们 我怕万一啊 把日本人赶走了 咱们的地盘被共产党给占了 那咱们可是白忙活一场啊 子令 这云口镇可是咱们的侠聚 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性思均可是狼子野心啊 我就怕咱们的司令部 都会被他们给强占 这上面一再强调 要提防共产党 借抗战之民扩充实力 对 所以嘛 我们现在呢 就要拿出个态度来 这一来呢 告诉共产党 咱们不是一个软柿子 这二来呢 万一上面有人过问起来 咱们好有个交代 对 但如果司令 您没有任何动作的话 这军统督察处的人 万一给上面打了一个小报告 司令您哪 可是难辞其咎 你也知道 现在委员长对通共这件事情 可是极其敏感 那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呢 咱们拿 先礼后兵 可以这样 先派人跟共产党进行交涉 万一交涉不成 咱们来应的 好 那这个事情 你去办 我去办当然是没问题了 但是呢 我一个人去还不成 我还要有一个人陪我一块儿去 谁呀 教导总团团长杜凌云 我打听过了 这次占领云口镇的 是新四军 将抗独立团二支队的 支队长叫向兵李 他是杜团长的老乡师了 你想 熟人去交涉 这话 是不是更方便了 好 都照你的意思去办 好 没事 你说吧 这两天 宋世英正在见那个孙明凯 他们说什么 你知道吗 这我哪知道 我又没跟着 行 那你先下去 他们有什么风吹草动 关于宋世英的 及时向我汇报 好 知道了 对 对 宋世英找孙明凯要谈什么 听义雄的意思 应该是要孙明凯 到国民党那边吹风 挑起国共的部队 在云口镇的摩擦 这么大的事 那得赶紧通知兵李啊 看来 我也得尽早送你出城了 杜团长 你知道这次我为什么点名 要你跟着我办这趟差事吗 因为我跟向兵李是老相识 熟人见面好说话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难道还有其他原因 我清楚你跟向兵李之间的关系 我也知道一些你们之前的瓜口 你要知道现在啊 尚风对通贡这件事 可是异常的敏感 你杜团长跟共产党的一个指挥官 交情匪浅 就算杜团长 你能够证明自身的清白 但就凭这一点 你在军政处军官升迁的考核中 恐怕也难通过 音响仕途啊 所以呢 老兄我这提议带着你 我想让你在尚风面前 证明你自己 多谢孙老哥 孙老哥 费心了 不过有一点我要澄清一下 我杜陵云 是早就认识向兵李 而且两家是市交 不过在党国的事业上 我是能分清楚的 我杜陵云对党国 从来都是忠心不二 绝无二心 这点我当然是知道的了 只要你能帮我把这件事办得漂亮一点 回头我再向尚风打个报告 你不想升官都难哪 我杜陵云 我杜陵云 你还没有找到吗 没有 冰云啊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 你也应该做好心理准备 我知道 团长 但一天没有见到灵霄的尸体 就不能确定他已经牺牲了 请组织上再给我点时间 冰云啊 你这次仗打得不错 一对组合拳还消灭了日军的一个队长 上级首长点名表扬你了 谢首长的支持 你 请组合拳 喂 我是高峰 什么 我知道了 冰云 你得赶紧回去 国民党派了几个代表 去找你交涉去了 国民党找我交涉 交涉什么呀 谢谢 我们这儿啊 没有茶叶 大家将就一下 喝点白开水解解渴 来来来 这个呀 是新摘的 我们这儿啊 条件比较艰苦 来 尝个千 董政委啊 你这不是借我们来 故意拿这些寒酸的东西 跟我们哭穷吧 董政委啊 我这个人呢喜欢开玩笑 别介意了 说实话 我们不但不哭穷 这已经是我们拿出最好的东西 不像你们哪 孙主任 国民党 你们吃的那是 美国罐头 大米白面 是不是 那看你们支队长什么时候回来 再等等吧 一会儿就回来了 老董 老董 编理 你可回来了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国民党苏中保安司令部 侍从主任孙敏凯 向迟队长 九仰啊 前几天 你跟日本人干了一仗 干得很漂亮 为咱们苏中战区 可是上了脸了 孙主任您过奖了 恤決一小仗布直一体 这位是苏中战区 教导团团长 凌云 三宝 你们怎么也到苏中来了 向支队长 好久不见 杜团长 这是干吗呀 长得跟不认识一样 你们兄弟之间还 这 这孙明凯完全答应了咱们的提议 这会儿应该正在和新四军交涉 交涉 是的 为什么要交涉 我的意图不是让他们打起来吗 这个孙明凯说呀 他们国民党高层 也害怕轻易破坏国共合作的势头 得慢慢来 先礼后兵 山口大军 在下还有一事想要报告 说吧 前两天我们的人抓到一个新四军的女兵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让顾处长带人给接走了 后来我去顾处长那儿问明原因 但是顾处长却说 那个新四军的女兵死在了监狱 这件事我知道了 你出去吧 谁 向直队长 董真伟 今天呢 我是奉了苏中保安司令部的命令 前来和贵军交涉辖区的问题 交涉辖区的问题 我没明白孙主任的意思 辖区有什么问题 向支队长 这下明白了吧 没明白 孙主任 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相支队长 您何必装糊涂呢 这云口镇 白纸黑字 画得清清楚楚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辖区 你的部队不请自来 占了我们的地盘 这余情余礼 恐怕说不过去吧 孙主任这么一说 我倒真想起来了 正如孙主任所言 云口镇之前 确实是贵军管辖之地 但是我们也都清楚 贵军在日军来了之前 就撤离了 而我军 是在日军要占领云口镇之前 抢先把他夺了下来 孙主任 我说这话你可能不高兴 当初贵军撤离的时候 难道没有考虑到 日军会占领云口镇吗 你们这样撤离 如果被日军占领了云口镇 你们今天也会去找他们 商讨管辖的范围吗 找他们去谈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会抢回来 对 那你们当初 为什么放弃这个地方 这不是放弃 这叫战略转移 而且这是我们国民党内部的事情 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你不知道 战略转移 当初贵军在东北的时候 就是战略转移 后来放弃华北 又是战略转移 怎么 现在到苏中也要战略转移吗 我们中国还有多少个地方 可供贵军战略转移 杜团长 你我都是九一八的亲历者 我记得当年 你信誓旦旦地说过 早晚有一天 你要打回东北去 怎么现在 越打离你东北老家越远呢 想必理 我请你以国共合作的大举为重 你现在是在破坏国共合作 破坏抗战大计 孙主任 请你不要给我扣大帽子 我军什么时候 破坏国共合作和抗战大计了 云口阵 是我军真刀真枪守住的 接下来还会继续用血 和生命的代价去守护的 贵军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要拿回去 您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你 那个 今天时候不早了 孙主任和杜团长 也坐了一天车累了 要不这样 你们俩休息一下 我们呢 跟上级汇报一下 汇报完了 我们看一下上级什么意见 你俩休息一下 你坐吧 你坐吧 我不在的这些日子 你们辛苦了 这是我们分内事 谈不上什么辛苦 何况也没出什么事 真没出什么事吗 我想起来了 在你昏迹的时候 忍不住考打 一头撞死了 那尸体是怎么处理的 尸体停在停尸房 过几天就火化了 一熊君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一熊君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但是 毕竟他现在是 我们需要利用的人 所以 你们俩之间的矛盾 不予公开和扩大 我知道了 一熊 你的手怎么样了 所以到现在 你才想起来关心我 就找你死去 而且我妈只要 也凌亚 原来是咱们的 也你看到这个 你会帮我 然后没有 在小匠时 哪我 他谁 你中国人 你中国人 自己的 而且这周围啊 布满了刀斧手啊 今天我相氏子孙 相濒礼宴请你杜凌云 怎么样 有没有这个胆子 坐下来跟我共饮一杯啊 这天底下 没有我杜凌云不敢喝的酒 那不就得了 还不赶紧入席 今天就算了 我还有公务在身 而且 我们作为两党谈判的 谈判代表 私底下喝酒不太合适 告辞 杜凌云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啊 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情义 难道不能坐下来喝杯酒吗 是 我们政党不同 信仰不同 那我们完全可以不谈国事吗 这么多年不见了 难道我们连喝杯酒叙叙旧的情义 都没有了吗 目前跟共产党的交涉很不顺利 一切都在计划中 犯人呢 您不认了我吗 的宋内长手里 你亲自交给他 是 干 凌云哪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次见你 你变了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只希望 咱们兄弟这么多年的友谊 不能因为我们的党派不同 信仰不同 就影响我们的兄弟感情啊 所以 我也希望你能回去 跟你们的上级反映一下 云口镇直视 你们现在提的条件 可真的是有些过分了 咱们可事先讲好了 今天只谈兄弟情 不谈政治 是 这酒 你还让我喝吗 好 那不谈了 吃点菜 这可是我们这儿难得吃到的好东西啊 我 我知道静雯在你那儿 他现在怎么样 挺好的 他现在是我们师部医院的外科大夫 亲手救回了我好多兄弟的命啊 现在兄弟们特别喜欢他 放心吧 那就好 那就好 殿船部 能不能带我去见见他 直队长 刚出锅的閒淫 还流油呢 项兵玲 你是不是个男人 我们灵霄交给你就这么对他 你说话呀 杜灵人 这不是你们国民党团队 在这儿撒什么也 没你说话的份 这是我跟项兵玲之间的事 杜灵人 我 文医生 项兵玲 我告诉你 如果周灵霄要个三长两短 我们 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 在这儿撒什么也啊你 你们在干什么 谁让你们收拾的 是吗 团长 是我 我让他们收拾的 孙主任 杜团长 你那个酒喝完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收拾东西 是我们要走吗 没错 我们要回去了 三马 你们先走吧 为什么呀 没必要再跟他们谈下去了 为什么不谈 你没发现今天共产党的态度吗 他们是明显不想把云口镇 交给咱们了 既然如此 再继续谈下去 那就是白费口舌 我们连夜回去 那交涉这么终止了 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就把云口镇让给共产党了 我只是说不跟他们谈了 并没有说交涉终止 这我就听不明白了 既然不想谈了 那还怎么交涉啊 这交涉呢 分两种 一种是口头交涉 一种是武力交涉 既然今天咱们口头交涉 共产党不给咱面子 那咱们就只有先礼后兵了 你是说 我们要对共产党动武 怎么 独团长 你是不愿意打吗 你是不愿意打共产党呢 还是不愿意打 你那个结义兄弟呢 不是 没有的事 我只是觉得 这么大一件事 应该先向司令汇报一下 等司令下了命令 我们才好动手 我已经得到司令部的命令 如果共产党不把云口镇 交给咱们 我们就武力夺回 独团长 你想一想 如果你带兵 夺回了云口镇 那就可以证明 向上风证明你的忠诚 跟共产党划清了界限 你还为咱们战区 抢回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 可是大功一剑哪 我这边里啊 你不说你跟杜林云是好兄弟吗 这喝顿酒还能打起来啊 私事儿 一点多年的私人恩怨 不谈这些了 今天那个孙明凯 可是来势汹汹啊 一副不把云口镇夺回去 就不罢休的样子 会咬人的狗不叫唤 就让它叫唤去吧 对了 我今天跟上级通了气 上级支持我们的意见 一定不能让给国民党 看来 明天又是一场口舌上的苦战哪 池队长 政委 国民党那帮人啊 连爱走了 走了 走了 他们不再要云口镇了 这下好了 省事儿了 没那么简单 池队长 池队长 你看谁回来了 池队长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来 快先喝口水 这顾莺居然把你给放了 看来她还没坏透啊 还念了旧情 她主要是想让咱们 帮着给她弟弟报仇 对了 秘宁 顾莺跟我说 她想约你见一面 见一面 这也不可能啊 周队长 我觉得这很有可能 是日本鬼子的一个计谋 拿灵霄当诱饵 引你上钩呢 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对了 你们现在是不是正在 跟国民党的人谈判啊 你怎么知道的 顾莺跟我说 这些都是英雄的计谋 她说 国民党内部 安插了日本人的间谍 就是想挑拨我们 国共两党的关系 让我们最终 因为云口镇的事情 打起来 你说这是日本人的阴谋 顾莺是这么跟我说的 而且她说 这次负责跟你们 交涉谈判的孙明凯 就是日本间谍 而且 她肯定会带着 国民党的部队 进攻我们 坏了 今天谈判组连夜撤离 这就说明 他们肯定要对咱们动手了 好的 团长 什么情况 我们的内线说 昨天晚上云口镇 杜凌云的教导团 确实进入了战备状态 还有 我们设在明福镇的 国共联络处 就在今天早晨 所有的国民党 全部撤退了 这事 确实值得怀疑啊 凌云他们 不会真的打我们吧 从现在的形势来看 也难说 而且他这次来找我 态度非常奇怪 如果真的打起来 那就很难再停下来了 这势必会影响到 我们国共之间的合作 而且这件事情 是日本人设的圈套 如果真打起来 那就是 亲者通 愁着快 团长我们这次 一定要阻止 这件事情发生 这件事 我已经向上级做了回报 你也知道 国民党 是不会相信我们说的话 只会把这件事 当作我们 不想让出云口镇的借口 再说 这件事 是顾英的一面之词 我是不相信 你们相信吗 我信 为什么 我虽然没有证据 证明顾英说的是真的 但是凭我的直觉告诉我 顾英是真的 他想为他弟弟报仇 直觉直觉 打仗不能只靠直觉 而且这件事情 还掺杂着国共两党的关系 一定要拿出来 非常可靠的证据才行 团长 要拿证据 其实也不难 你有办法 顾英不是说要见我吗 那我就去见见他 不行 先别说这件事有多威胁 恐怕这件事 就是顾英和日本人 串通好了设计的一个圈套 你这不是故意往里钻吗 团长 这件事情 关乎到我们国共两党 我们民族的大事 如果说冒险 我觉得冒一次也值 光潜 我跟顾英认识十多年了 我很清楚 他们姐弟之间的感情 现在顾凯牺牲了 我想对他不会没有出楼 好 好 我同意你去 但是有一点 必须注意安全 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我派部队去接应你 是 灵萧 有件事情 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一下 团长 真要和香兵丽他们打呀 虽然我对共产党 是有那么点意见 但我绝对不想跟香兵丽动手 你说 都是抗日的队伍 何必呢 何况我跟他还有那么深的交情 杜团长 孙主任 您怎么来了 吃了吗 去弄点好酒好菜来 不必了 你这个部队 为什么集结得那么慢呢 有两个营出外拉链去了 得后天才回来 那你就是说 明天出发不了了是吧 明天 当然出发不了了 还得准备物资跟弹药呢 那你告诉我 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带兵 去打香兵里 五天以后吧 五天 不行 太慢了 给你两天时间 必须出发 孙老哥 哪儿这么快呀 这政治上的事我不懂 我得问你 这打仗的事你可得听我的 香兵里那支部队 战斗力强悍 可不是吃素的 如果我们贸然去打他 弄不好全军覆没 我们哥儿俩的命就全料理了 好 三天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之内必须出发 如果三天还出发不了 我就去找司令 让司令来命令你出发 到时候司令怎么想你 我就保证不了了 不 不是 三天 怎么 跟兄弟们说好 没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动 知道了 报告 进 报告团长 有一男一女找你 其中女的说她是周灵霄 是你的老朋友 周灵 在哪儿 林霄 林云哥 三宝哥 林霄 你没事 我秋说的 你怎么会有事呢 林霄 听说你跳河了 后来去哪儿了 别问那么多了 我们找你们来 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 下 不 你怎么来了 不是 你怎么这个时候 怎么 不欢迎啊 不是 你 怎么了 不是时候啊 这样 林霄 你先跟比利哥走 我找人送你们出去 令云 我们来了连杯水都不管 你去我那儿 我可供了你顿酒啊 你小子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我这公务繁忙 没有时间招待你们 请吧 灵云 就这么担心我们两个共产党来 跟你们上次无法招待吗 让你们走 你们走就是了 还问那么多 快走吧 不过 刚才在院子里我看到很多士兵在准备备战 这是要跟谁打呀 不是要跟我们吧 看来我没猜错 真的是要跟我们打 真的吗 林云哥 你们真的 真的要进军我们将看吗 不是 林霄 就是上面的命令有这个意思 我们也没有接受命令啊 不是 你们咋知道的 我们知道 日本人也知道 什么意思 这本来就是日本人的一个阴谋 他们就想借云口镇之事 挑起我们国共两党的争端 然后他们坐守渔翁之礼 阴谋 有证据吗 我从河边醒来以后 被两个二狗子给抓走了 然后关到了日本人的监狱 你们知道 是谁把我救出来的吗 是顾英 是顾英把我救出来的 顾英 他不是投靠日本人了吗 他怎么会放你出来 一兄把顾凯害死了 顾英想替他弟弟报仇 所以就把我救出来 让我带着兵力去见他 顾凯兄弟死了 是的 就在不久前 可惜了一个好兄弟 不过 你们凭什么相信顾英说的话 这是我亲耳听到的 我听到他的手下跟他汇报说 日本人买通了国民党内部的人 而且我知道这个间谍的名字 谁 孙明凯 孙 孙明凯 这不可能吧 不是 顾英的话可信吗 我相信顾英 应该是想为顾凯报仇的 因为我相信 他们姐弟之间的感情 而且想证明这一点也很简单 他约了我明天见面 要不 我们明天一起听他说 杜团长 好啊 好啊 小冰黎 你胆子不小啊 这个节骨眼上 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省得我花力气了 抓起来 干吗 这是谁呢 杜团长 你这样 怎么让我在上级面前 为你开脱 我现在都搞不懂 你是不是真的在通共 孙主任 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 如果我们真的跟新四军打起来 受益的只有日本人 这件事情 我们还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 我告诉你 司令已经给了我 擅自决断的权利 是你眼里的光芒 让黑暗依旧有前方 在恋火之中不绝望 能看见天堂 随时的天空中依然有太阳 那时你与雪纷战留下光芒 没有你给我的力量 没有你给我的力量 我怎能捍卫着地方 愿成为你彼岸的灯塔 站在绝境中变一阵远方 写了终枪 这今生沙 我看见 和变化依然绽放 沦石的天空中依然有太阳 那时你与雪纷战留下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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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给我的力量 我怎能捍卫着地方 愿成为你彼岸的灯塔 站在绝境中变一阵远方 险恶终枪 这今生沙 我看见 和变化依然绽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